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会怎么样 首先不要慌张 一般人是欠不了银行一亿资金的 因为银行会评估你的还款能力后 才会借钱给你 而你能欠银行一个亿 说明你的资产可能不止一亿 另外像一亿这样大的额度 银行会通过抵押贷款的放置借给你 而且最多可以抵押资产的70% 也就是说你要有车子房子等价值 超过1.43亿的资产做抵押 那么假如你有一辆顶级超跑 现在就可以顺利欠下银行一亿巨资了 接下来你需要和银行签订合同 假如你选择10年还清1亿 那么年利率就是4.9% 10年间你需要连本带利 还给银行大约1亿2700万 也就是每个月还款接近106万 那如果你不还这些钱会怎么样呢 若是当月没能及时还款 银行会先以短信形式通知你 再不缴清 第二个月你会收到无数电话轰炸 同时你欠的钱也会越来越多 因为逾期还款 银行会在原来利率上 再加收30%至50%利息 这样一来 除了每月106万的债务 你还要额外缴纳至少5000多的罚款 如果超出三个月不还 银行就会派人上门催债 逾期六个月后 你们就只能法庭降啊 而且银行一旦胜诉 你的抵押物超跑 会被银行强制用于偿还债务 而你最终也会登上老赖的名单 那如果你往银行存一个亿 又会怎么样呢